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也都是要在后续开打的冠军赛当中 是一个热身性质的赛事 那么对于旅拼方面来说 单打这一边也都是传来了好消息 也就是说国拼提前包揽了进入决赛的两个席位 旅子单打这枚金牌也都是提前收入囊中的 那么最终晋级到决赛当中的 上半区是王毅迪 那么下半区是孙永沙 那么对于王毅迪来说 其实他也都是战胜了日本旅拼的石川家纯 也都是送给了对手全军覆没 那么对于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的最大对手 日本队来说 不管是男子单打也好 女子单打也好 也都是全军覆没了 甚至没有任何一名运动员 进入到最终的决赛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东京奥运会之后的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周期 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战术 确实现在还都是要关注一下的 那么对于国平来说 王毅迪的确实打得非常的不错 在上半区陈梦宣布退赛的情况之下 他也都是成功拿下了上半区决赛的一个席位 那么对于下半区来说 本来王曼玉跟孙永沙这个强强对话的话 由于王曼玉出现了伤病的原因 他也都是选择了退赛 所以孙永沙不战而胜 顺利晋级到这个决赛当中 那么对于这一枚金牌的争夺来说 王毅迪能不能以下课上战胜孙永沙拿到这个冠军呢 球迷也都是非常关注的 甚至对于孙永沙来说 这一次也都是专门用功夫去打这个单打的项目 所以有可能也都是要在这个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 不过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既然是内战的话 那么也希望球员们能够奉献精彩的比赛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孙永沙来说 其实他也都有双打的一个任务 已经是跟王曼玉打到决赛了 那么决赛的对手就是老熟人伊藤美成跟早田希腊 对于这一组对决来说 可能也都是未来的世界性大赛最主要的一个女双的对手 所以对于这个项目来说 王曼玉是坚持代商出阵打这个决赛 也都是力争这一枚女双的金牌 所以对于现在女拼这一方面来说 基本上整个形势也都确定下来了 女单基本上保持了争冠的一个确定性 那么对于女双来说 就看王曼玉跟孙永沙能不能拿下这一枚金牌了 包括今天晚上马上就会有一些比赛进行 有一些项目也都会决出最终的金牌 欢迎球迷关注一下国平在这一个赛事当中的一个表现 好了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